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刘正熙 我来自埃及 我是第十八届汉语桥大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 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两年半了 现在读与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研究生 在2015年 当时呢 因为我考上了语言学院中文系 从大一族开始学这门语言 因为我们有一个叔叔 他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 平时呢 会去中国做生意 然后他有一次跟妈妈说 每一次长一种随身翻译 利用挺高的 因为我本来想学英语 他说学英语不好玩 你本来就会 你只是会把它说得更标准一些 那么你要是选了一个新的语言 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你这个前途特别有帮助 如果把它学好了 可以帮助我叔叔 下次他不用再找翻译了 就找我就行 大概是这样的 有好多外国人觉得中文最难学的是汉字 那么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第一呢 是声调 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学过一个有声调这个概念的一门语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挑战 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姓刘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叫刘老师 给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所以我们是那种良师义友的关系 他本来给我起的名字是正希 没有刘这个姓名 我当时大意我的想法很单纯 就看我周围中国人都是有三个字 说我为什么只有两个 那我就给自己加一个姓名 最后呢就选了刘老师的这个姓 就变成了现在的刘正希 汉语桥这个比赛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埃及 可能是在整个世界 算是跟汉语有关的最大的一场比赛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我们学院里有很多广告 什么谁愿意去参加汉语桥 这个比赛特别牛 特别好什么什么之类 我说这个好玩 然后我这个人很喜欢展示自我 说那行吧 那我就去报名 当时呢我老师说 这个正希说实话 我觉得以你目前的水平 参加汉语桥恐怕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比赛特别难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还得准备一个演讲 背提对中国文化 有一定的了解度 但是我可以满足 你想展示自我的这个小愿望 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学生 今年正好参加这个比赛 他叫大卫 我觉得看到了大卫学长 他拿到了这个特等奖 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终于可以去中国 我说哎 这个比赛真的会让你去中国吗 他说对啊 而且会给我提供一个奖学金 说这么好 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 哎 汉语桥这个比赛我一定要参加 然后到了大四之后 终于实现了我的这个梦想 就拿到了欧蒙古家的特等奖 然后就来到中国 湖南长沙 然后就参加了这个总决赛 汉语桥这个比赛在我心目中 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 我每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或者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把输赢 看得太重了 我就是觉得第一呢 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好机会 第二呢 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就认识好多新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每年参加汉语桥 就是有很大的收获 不管这个比赛要坚持多久 我希望它能坚持一辈子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粉丝 会一起跟着这个品牌 一起走下去 因为我是三年至明年 就要毕业嘛 所以我目前是一直在找机会 多多的实践 多多的学习到每一个平台 主持节目也好 做一个节目嘉宾也好 做一个节目的选手也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提高我的实践的经验 然后现在我自己也有 在脸书上有一个账号 在我的这个账号上面 会分享一些 我们这个不允主持的教学法 我很荣幸地参加过一个 湖南威视和新华社的一个项目 精准扶贫 然后当时呢 我去了湖南那边的一个叫 十八洞村 我以为我要去一个特别贫困的 特别落后的地方 没想到的那边有些孩子 竟然能用英语跟我说话 那边有WiFi 那个信号也有 那边那老百姓的生活也特别好 当时呢 我在十八洞村 开始跟一些老百姓聊 为了脱贫有一些特别有用的政策 比如说不能直接给钱 我们就给你开一家工厂 让他们就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 自己靠自己 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分享到我的自己的这个账号 然后没想到真的还有好多 他们连你好这两个就不会说 他们根本不会说中文 那就觉得中国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开始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都开始看中国人的历史 我有一个特别 不能说可笑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习惯 就是我当时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买了大概六千多件礼物 就是买很多那种法老的护身符 法老的钥匙链 然后平时跟别人见面的时候 就给他们送一个 作为一个见面礼 正好呢 也可以向他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哪一个法老 他有什么故事 就开始慢慢的给他们讲一些埃及的 比如说中阿文化差异啊 你要是去了埃及 哪一些地方比较好玩 哪一些地方你要注意的 前一段时间 在某一个节目 就是分享了一些 去埃及千万不要做的一些事情 没想到就是在抖音上 好多人看了这个视频 觉得特别好玩 然后现在开始 就是把中国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分享到自己的这个账号 正好也可以把埃及好玩的东西 分享到这个好 我觉得这样不能说我是一个使者 但是我最起码还是做了这么一点点的贡献 这个也会让我特别的满足 就有成就感 大家好我叫刘正希 我来自埃及 我是第十八届汉云小 大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 今年呢是汉云小的第二十周年 首先呢要祝他生日快乐 也希望这个大品牌 越做越好 现在是20年代的 这是20年代的 我希望在20年代的 都能够立即选 每年代的 都能够立即选 每年代的 都能够立即选 每年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